今年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首次参加进博会的国家展 带来了香草精油等特色产品 而马达加斯加的香草生产和出口量约占世界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二 所以马达加斯加也是世界公认的香草王国 今天的进口产品原产地探访 我们就走进位于该国东北部的萨瓦地区 实地探访当地的香草种植产业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降水充沛的热带雨林气候 位于马达加斯加东北角海岸线上的萨瓦地区 不仅拥有马达加斯加最茂密保存最好的原始森林 同时也是天然香料植物香草的重要产地 在该地区首府桑巴瓦附近就有多个香草种植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达加斯加桑巴瓦的一个香草种植园 每年的9月到12月是香草花开进行授粉的时间 花在一年之中只开一次而且是相当的脆弱 必须在早上凉爽的时间进行人工授粉 而如果错过这个时间花就会凋谢 也就意味着无法收获香草豆芽 我们继续是从拌转到手上 首先我们得开 最后我们要开 柄和辫的部位置是在内部 但我们得拉松 稍微转折 稍微 然后它完成 到了收获季节 香草豆甲会被人工采摘 并迅速送去加工 经过杀青 晾晒 干燥等程序 工人们还要根据香草的水分含量 颜色和质量进行分类 由品鉴师评价 马达加斯加的香草 有一种甜美的奶油味 带有微妙的花香和果香 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味道 让马达加斯加香草就负盛名 在桑巴马还建有一家 以香草为主题的博物馆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了解到 香草的种植历史 加工工艺 而且可以购买到 非常特色的香草主题的产品 本届进博会 马达加斯加首次参加国家展 展示其综合形象和特色优势产业 期待中国广阔的市场 为马达加斯加的香草等特色产品 带来新机遇 在中国 间 大大大市场 建议的储物 我希望它的需要升值 增值 我们的生态 我们的股业 我们的小民主 对我们的经roid 我们的第一次 我们的第一次 叙迟为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国家的显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